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在10月13日的新闻 我国卫生部长凯里有宣布 政府将推动加强针计划 而且这个计划是非强制性的 感谢公司的安排 让我可以提早打这个第三针疫苗 因为我的第一针跟第二针都是打Sirovac 所以第三针会打Pfizer 因为第一针跟第二针打Sirovac 只是纯粹一直在饥饿的情况下 现在打的Pfizer还不知道有什么症状 所以我会在这一两天里面记录我的身体变化症状 我已经打完疫苗了 现在是早上8点零吧 目前没什么症状 跟往常一样 只不过手臂有点痛 现在来吃一下 艾朵梅 维他命C 一天一饱维他命C 让你的身体小细细 有助增加身体免疫力 身体健康排第一 因为才打疫苗 所以要撤得比较清淡一点 避免吃那些减诈油腻的食物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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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样简单的菜要煮好了 现在已经是11点15分 午餐已经煮好了 但目前还没有什么症状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啦 也许是我平时有运动的人 所以打了第三针这个加强针 那目前是正常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